抄底 这都不允许 有的过河 什么叫抬轿呢 什么叫骑马呢 抬轿是从底方上来 走你 这个机会 不行 过河也不行 在这吃你跟前的 所以得加这儿去 这就让人笑话了 这就叫没规矩 就吃这儿 你包括这敲 这都不行 我就给你们示范啊 按说是不允许的 骂厨子 骂厨子 敲牌这也不允许 郭吉林近来在娱乐圈的发展 可谓是顺风顺水 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中的 他也用自己的机制 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就连何炯都说 怎么哪里都有郭吉林 郭德纲曾谈到过郭吉林 称他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之所以对他如此严苛 并不是因为严富出人才 而是郭吉林的性格比较内向 甚至有些小信儿 什么事情都会很在意 会自动放大感受 尤其是在受伤的时候更为严重 所以必须从小就提高 郭吉林的抗击能力 毕竟身为新二代 到了圈中必定会受到颇多质疑 关注度那么高 压力也会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郭德纲 那么严苛的原因 郭德纲的眼力 其实并不只是针对郭吉林 所有德云社的成员都是一样的 在他的眼里 可以没有文凭 但不能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但不能不读书 在一档节目中 郭德纲细心讲解了饭桌上的礼仪 将筷子从底下 往上抬菜的抬桥方式是忌讳的 一盘菜就在眼前 不加理得进的那部分 却要去加另一端 这种过河的方式较没规矩 说厨子敲盘也是不允许的 郭德纲曾透露过 在家中吃饭的时候 永远都是最小的最后吃 所有人在吃饭的时候 郭吉林是最后一个 到如今已经长大了 郭吉林在吃饭前 也要先问一句 这我能吃吗 只有别人不吃了 才能轮到郭吉林 对于这件事情 郭吉林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其实只要习惯了这个规矩 就不会觉得他严格了 只有不守规矩的人 才会觉得他严格 读书方面可以没有学历 但不能一辈子不读书 这一点就是郭德纲 一直以来都在教给郭吉林的东西 众所周知 郭德纲和曹金云的恩怨非常深 郭吉林在一个晚会中 遇到曹金云时 也是客客气气 说了一句惊凶好 虽然当时有恩怨的时候 郭吉林还是个小孩子 但这毕竟还是有关系 但爱与人多他 还是回了一句好 郭吉林还曾在采访中被提问 如果见到曹金云会不会打招呼 这明显就是一个坑 这种问题就是为难人的 但郭吉林完全没有慌张 直面问题给出回答 父亲告诉过我 见了面该打招呼打招呼 这样的回答 除了能够缓解当时尴尬的局面 也是给自己的父亲郭德纲 长了面子 如此宽宏大量的举动 真的是言传声教 虽然现在的郭吉林 注重演艺事业 但他没有忘记的是 来自郭德纲的《樽樽教会》 期待他以后有更多的作品 带给观众 奔跑把黄河篇已经上线 期待大林子的精彩表现吧